下面来关心一条健康研究方面的消息 著名的损伤的研究者获得了国家的奖励 艾玛坦加商品教授获得2013年 伤害预防网络提马纳尔领导奖 提马纳尔领导奖是对个人和组织 对国家伤害预防做出贡献的奖项 艾玛坦加教授在损伤研究上获得国际赞誉 他目前的研究工作集中在道路伤害 儿童和青少年伤害 残疾和高质量的公平的创伤护理和康复结果 他特别感兴趣的是收入分配不公的伤病中最脆弱的 特别是儿童和年轻人 低收入家庭 行人和自行车受伤人士 残疾人士 艾玛坦加教授目前在奥克兰大学 人口健康学院的流行病学教授 在新西兰 无意和故意伤害 是导致年龄在1到34岁的人中 死亡或住院的一个主要原因 卫生部相关负责人说 受伤是巨大的负担 会导致生产力损失 医疗支出和个人失去的生活质量 但伤害是可以预防的 这就是艾玛坦加·山丁教授的工作价值 伤育的生活是可以实现的 预防伤害的网络 是一个在新西兰提倡 减少严重的无意识和有意的伤害行为 它是由卫生部资助的 如果是新西兰提倡那些的 谢谢大家